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推特上发的最后一个推特就是转了你的推特 说明他在泰国的时候跟你还是有很多的互动 然后他现在已经失联了快10天了吧 不不 不是10天 8天 像我们这里的8天嘛 8天就不看了 应该讲他是15号的失联的 因为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是具体真的失联了还是别的什么情况 因为他一直讲他就是要看病吧 那现在这个过去的话就8天了 真8天了 对 失联了8天跟外界没有任何的联系 所以大家对他非常担心啊 有人认为他比中国的特务抓灰中国了 这种可能性有 也有人说他是待在移民间 也有人认为他可能去法国治病了 不让人知道 所以这种猜测是很多的 那么我们现在请你讲一下 自从他来到法国之后 他的一些身体状况 还有你跟他的接触 你可以按照时间顺序讲一讲 也讲一下最新的 就是到移民间发现有一个张健 这样的人这样一个情况 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只能讲我知道的情况 对 只能讲我知道的情况 因为他这次到泰国时间也比较长 去年也来过一次 这次是第二次 我们俩见面次数挺多的 有可能是见我最多 因为我们俩现在观点不一样 但是他还可以聊到一块 可以争吵 但是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他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朋友 或者是他想见的人 所以我们就只好跟我多见了几面 有的时候聊 反正观点都不一样 就吵一吵 然后结果14号的下午的话3点多 我们俩已经商量好 完之后一块做个直播 其实本来是想要变嫩 但是他身体又不太好 然后也是有一句没一句 就是你你鸡说鸡压说压 就这样的情况 结果录了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然后之后 他我们俩就许越好说 现在应该晚了 因为他身体一直不好 他的身体状况 就是他跟我描述的讲的情况 就是一个 他是感冒之后出现了肝积水 我的感觉就是肝积水 就这般很严重 肝不会随便积水 积水那就是很严重 最起码什么乙肝之类的 他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或者肝阴化之类的 会出现肝积水 这是最基本的信息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有一个常年的毛病 就是糖尿病 有糖尿病 对 然后这一次就很奇怪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不还不算最后一次见面 因为最后一次见面 和中间见面的 还中间还有一个隔了隔了几天 因为他过来 你又给我打电话 你说你来我们一块 那我就过去了 然后所以我们就快录得硬 他当时讲的是 他马上要走了 回法国了 然后结果我倒数第二次 看到他的时候 他是胳膊说是 这些肿得很大 哪个东西 我说怎么回事 他打架了还是什么 他说没有 空调吹的 空调吹的完了之后 他觉得就是酸痛 酸痛 然后他就在地铁上面 然后地铁上有杆子 杆子 他就撞了 哎 个手撞了一下 结果撞了就直接肿了 肿了他找人按摩 一个按摩他就更严重 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没有其他猜测 不是说是受刑 是其他受刑什么之类的 所以一切都看起来 非常正常 非常非常正常 什么我们感觉的话都来两次了吗 这一次待这么长时间 还有什么危险对吧 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也是很大意 结果他那天晚上的时候 我们俩录完音之后 他就说因为他身体不好嘛 他过一会儿 只要出现他的胃开始消化 他就开始短暂的就出现这种 就是怎么说呢 就打盹 知道吗 出现短暂的打盹 他跟我讲你不用怕 那是很正常 我都是这样 我这个只要是胃里要消化 这个血液全都到胃里了 那就就是大脑就开始就不清醒 就是想睡觉 我是那他这样讲的话 我就说那你就要不然回房间睡觉吧 明天还要坐飞机呢 我说这样早上的时候 你哪个机场 我然后去送你去 他说我很早 我飞机很早 你不用来了 我说我没事 我平时都是很早就到机场接人 经常去机场接人 我都已经习惯了 几点钟接我都接过 两点钟三点钟我都接过 没事的 他就说这不用了 结果他这样一说的话 我就那我还有什么意思 是吧 没意思去说 你既然不让送的话很坚决 就算了是吧 我是多多少少心里面有点担心 结果他那一天走的时候很奇怪 平时的时候我们俩 就是骂架也好 还是什么样也好 也就那样 结果他们走的时候 出生探卧 就是这边的商业 商业中心那样的 从咖啡馆 然后然后走出去 在这个叫做艾克麦 艾克麦那个咖啡馆出去的时候 结果平时的时候 我们俩就再见 就是完了车 结果我走了两步回头看下 他回头看了看我 又回个手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焦点什么时候这么凉啊 这个感觉 这个事过了之后 跌第几天呢 17号的时候有人开始跟我询问 说张建失联了 我说不可能啊 因为14号做的 我们两个做的这个直播 对 他15号早上就走了 他我说那不太可能吧 我就给就是我们认识的 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打电话 事实上我跟他共同认识的这个朋友 我们15号见了面 是张建介绍我去找他的 因为我的朋友也不多 我想找人说实话 他就叫这个朋友不错 这次帮他做歌曲什么之类的 那我就跟他见见面吧 结果见面我们也没说什么 然后完了我就开始 有人说他失踪了 那我赶快就给这个朋友打电话 这个朋友说不可能 我不可能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说我说为什么不可能 他说很简单 他昨天 昨天还给我发了个语音的 但是我听不清楚他说什么 然后我就心里想 那就肯定没事了 他既然发语音了 不管他说什么就说明平安嘛 是吧 16号15号的飞机16号还能有事吗 是吧 不可能的事 逻辑上肯定不可能吧 所以我就给询问的那个朋友 就打电话说没事的 其中有一个朋友 接过他16号的一个信息 语音信息 证明他应该是安全的 你现在讲的话有点咋 所以我就误判了 我真的误判了 我们所有人都误判了 他就根据我这个信息 把这个信息就汇报给慎雪了 因为慎雪在打听这个事 慎雪可能比其他人敏感或者是 他们是一个组织的 他们是民政的 因为现在正好是六四知道吗 紧挨着这个就是忽然张建他不在 平时不可能 到六四的话张建不可能少张建 是吧 估计是这个原因 好 那我说那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啊 我说他得有这个信息吗 那我说明天 我说你先不用着急 慎雪完了就跟我联系 我说那你不用着急 我呢去把这个信息看一下 什么到底什么语音信息 结果我就第二天就找了这个 那个我们中间认识的这个朋友 他不太愿意透露姓名 然后他就把这个语音信息给我听了 结果我听了十几遍 我实在听不明白他说什么 好像说了什么早班的飞机 然后骂了一句就这样 非常呼呼隆隆隆的一个信息 是16号10点上午10点26 10点28 不不不 他是通过这个微信留的言 微信 是4月16日上午的10点28这个信息 就是我亲眼看的 还把它截图了 截图了完之后就给了这个慎雪 然后跟他讲的确实有这个语音 那么现在的话他顺学说那就开始问 问然后法国那边没见过这个人 我说不可能嘛 他说17号要住院的 就约好了要做手术 是不是现在正在做手术啊是吧 有可能呢 干鸡水吗 是不是到底什么情况 咱不知道啊 法国这个我认识他 同事的一个朋友叫那个荣自利的 我上次去巴黎也见到他 他就说这个一直没来 就张建一直没有到法国 来的话肯定要住他呢 因为没有其他住的地方 这大意了 这一转眼八天 他这个身体很不好 如果说这八天 他真的有危险的话 有可能就生命危险 这种可能性大 结果呢 我就密切的不停的 完来之后给慎雪那边联系 因为我没有那种能力 我没护照 因为我没正常身份 我查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我那个手伸不长 你知道吗 所以我也很着急 我想想这怎么办呢 然后结果慢慢的有网上也有些人到各种猜测 我就更着急 他们都认定说是我是最后跟他联系的人 我说其实不是 他后面的话跟另外一个是吧 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跟他有联系 结果他慎雪在后面的时候跟我讲了 我讲了你先不用着急 他说现在还有四条语音信息现在找到了 他给另外一个也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 给他四条语音信息 上面很明确的说了一个件事情 就是张健15号那天早上到飞机到机场 拿着机票进去 然后结果机场的人员认定他的机票信息 没有在机场电脑里面 所以拒绝他登机 张健就非常生气 因为他身体不好嘛 他就可能跟机场的人员有点小冲突 然后他就买了一重新买了一张票 买张票结果当天没有去巴黎的机票 他就说在语音上说的 他买了一个去安曼 就是约旦首都安曼这个机票 然后从安曼再转机到到法国 然后可能就在安曼 他那个语音信息好像就在说是在安曼 把这个事情就跟他的朋友说了 他说那从现在我已经到安曼了 现在还有11个小时 我才能坐飞机去法国 然后这个就再没有联系了 从那个开始就失联 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网上想找他的信息 找不到 也找不到具体 还有没有其他人得到他的 比这个还新的信息 没有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 那就正着急了 那就正着急了 约旦首都的话 就离我们更远 我就更没那个能力能搭到那里 我就是个普通政治难民 是吧 就只有联合国难民卡 还什么都不能做 还不能做身份证 什么都没有用处 我还不能去具体的查 他说那你只有赶快想办法 那个去政学 就说你看能不能找到人 看一下泰国移民间 我说在泰国移民间的可能性小 但是我找人 因为我们都难民的话 基本上都不敢去移民间 也不敢去移民局 去了就跌 是吧 这给自己造麻烦 找找其中有一个难民 他有身份证 就是柳学红 柳学红女士和他的老公 柳学红没有 但是柳学红的老公 率中人先生他有 那我们就开始联系他 就想办法看能不能见 他就是这个 柳学红就非常热心 马上就说那好好好 虽然他也是批评过张建 但是这种事情的话 我一跟他讲 他赶快就马上 他说那你放心 我马上就 结果当天星期六去不了 第二天星期天移民间不让进 只好等到星期一 也就是今天 今天上午他7点钟就往那边去 然后结果去了地的条子 用拼音写张建两个字 然后就找这个人 结果移民间刚开始就说有这个人 有 因为我们在外面 我完全是听别人描述 听他描述 我们不敢靠近那些地方知道 只能在外面远远等 结果他把这个信息就是回来之后 过了很长时间回来之后 然后就跟柳学红说 说这么样的情况 刚开始进去的时候 确定里面应该是有个叫张建 然后给了个编号 然后给了房间号码 就是他的这个监牢的这个牢房的号码 然后就让他进去了 他就拿这个条子等 结果等了20多分钟 没有也没有人接见 他就只好过来询问说是怎么回事 因为语言也不通 结果那个人就让他出去 他就出来了 出来了就想而且把条子给收了 他想进去不让进 结果这条子拍了个照片 我们就留下了这个条子 也就证明一件事情 里面有一个叫张建的 那是不是我们找的张建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然后有一个编号 这个编号很重要 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能力 也不是律师 也不是什么政府组织等等之类的 他根本不可能那个移民间 他不可能听我们 也不让我们进 那你看这个而且语言也不通 这就使得这个难度变大 如果是张建的话 必须要找到那个有能力的人 能够把进到移民间里面 确认这个人是不是我们要找的张建 如果真的是我们要找的张建的话 这个问题就好解决 但是关键问题如果不是的话 那张建这就成了一个谜案了 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 全世界不知道他在哪里 对 如果被中共掳回去了 也会是造成一种现象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就是全世界都不知道他到哪去了 中共是会干这个事的 而且完全他有这个能力干这个事 如果中共偷偷地抓回去了 在海关直接就把他麻醉了 或者别的办法直接给弄走了 通过中国的航空公司带回去 对 那么全世界也找不到他 对 那除非七八个月了 一年之后 突然张建在电视上认罪了 那我们知道了 还要抓回去了 那么中共喜欢干这个事 是吧 第二 如果说是张建身体很不好死了 中共反正把他拢回去了 也没人知道 那死了就白死吧 没人知道怎么回事了 对 我现在知道的信息就是这个 如果可以的话 这站在人道角度的话 或者别的什么来说 把这个人先找到 如果这个人就算他这个 泰国移民间的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张建 也把他看一下 是这样好好把这个问题先进去 我们好把这个方向是能够确定一下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最紧急的一件事 先确定这个人是不是我们找的 不管是还不是都得看他一下 您觉得呢 对 刚才你说的这些是最新的 我们知道的最新的一个进展 因为刚才我们才知道 就是他已经到了这个安曼 我们刚开始认为他拿着那个 法国的难民旅行证呢 有可能那个领了登机牌 但是比海关有可能给审查 居家有可能 但是从那个他的 卫星流的最新的那四个留言来看呢 他可能买了到安曼的这个机票 然后拿了登机牌 然后进了这个海关 而且坐了飞机呢 确定已经到安曼了 然后在安曼呢 给泰国这个朋友留言 那这么说呢 就是说他可能最后呢 是在安曼跟那个朋友 进行那个卫星的联系 然后呢 这么长时间失联呢 说明了在安曼呢 他可能遇到了一些不测的情况 那我想呢 可能在安曼的时候呢 不让他再登法国的航班 一个呢 不让他再登 再一个是呢 安曼的当局呢 说不定把他给原机给遣返 也有可能 对对对对 原机遣返的这个泰国 刚刚我现在回一下慎学的信息 对对对 他遣返到这个泰国之后呢 有可能就移民当局啊 以他没有这个法国护照啊 或者身份不明 这情况呢 把他就直接送到这个移民间里了 所以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这个移民间里啊 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就是说 泰国的朋友去找他 确实有一个叫 汉语拼音叫张健的 而且有编号有监号啊这些 但是最后呢 还是不让健这个人 所以现在这个泰国的朋友 非常着急就是 国际社会能不能伸出援手 想办法 这个通过一些关系能够见到 在这个移民间里面 想办法能够见到这个汉语拼音 叫张健的这个人 确认一下这个张健 就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张健 所以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另外我们也看到张健呢 除了跟你发推 他自己的一个原创呢 就是推文呢 他写的那个东西呢 让人也非常吃惊 他的意思就是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好像要改头画面 重新开始那个推文呢 让人非常的奇怪 你觉得他那个反映了 当时他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对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吧 张健他是一个 有非常多的那种民族情怀的那种人 你明白我什么吗 他是有很深厚的这种民族情怀 他和他和我们这个不太同 我因为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不喜欢 所以我们两个很大 对对 他也主张那个统一嘛 他跟国民党的一些比较喜欢 对对对对 他是有这种情感的 而且这次我们今年见面这一次吧 他有多次这种表达 就是对中国的那种情感 包括对爸爸妈妈 对他妈妈 对他妈妈 对那种想思念 包括他这次来录的那首歌 他专门唱歌 我说你还会唱歌 结果人家唱得很好 非常这个嗓音 那个音色非常好 那个沙哑 很唱很有那种 怎么说呢 很浑厚很沙哑很那个感觉 这种唱的还挺专业的 结果他写的这个歌 包括盛雪女士还给他改了 改了歌词去说 然后之后是一个表达思乡情怀的一首歌曲 非常明显 所以我当时有种误判的就是觉得他是不是有可能偷偷想跑回中国 就是或者他身体不太好 就是抱着那种必死的那种心态就要跑回去了 所以我现在当时也在这疑惑当中 很长时间有这种想法 关于他的身体啊 你平时跟他在一块你发现有哪些明显的症状啊 没显的症状啊 他精神状态不如以前去多去年那个时候 嗯 去年的时候那个倒是那个腿一瘸一瘸的到处拐着 还想解救一下泰国的这个几百号难民呢 嗯 因为这些人有有的在这边都已经被滞留在泰国 已经滞留了长的已经滞留了十年的都有嗯 短的都是滞留了两三年 像我都三年多了 嗯 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也没有人权还不能工作 我偷偷工作 我在里面算是生活条件比较不错的优越 其他的话有的还连生活都没办法解决 他还挺可怜的 他就是那种性格吧 所以他也完了之后 当然他来了那一次 结果呢因为泰国这边 那我这个难民和难民之间经常会有 各种各样的争执吵闹 包括指责 包括还有就是就那么回事吧 是吧 以我的角度来看呢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精神病 真有点精神上不对劲 因为毕竟被迫害了 都多少都是迫害 而这种安全这种没有被解除 所以大家都呈现出高度紧张的那种精神病状态 那种受害着妄想症的那个样子 非常非常非常明显 知道我在这明显有这种感觉 就我平时就也会担心啊 我也会在大街上看别人看我眼神 有没有可能是来抓我的 其实好好用逻辑想想 应该是不太可能 这种可能性不大 是吧 所以张剑呢就是关注这个事 而且呢专门说是这个我要把你们的信息呢 呃嗯作为一个人权的提案 然后往来之后就去日纽瓦啊 是吧 去问英文看怎么办 这些人你把他一直放呢 又不给工作 不让工作 又没有任何生活保障 难道就想这这样一直下去吗 那我我当然是很高兴吧 希望他能够能帮帮忙吗 我也是其中之一啊 嗯 结果呢失神大海 没有任何办法 然后他今年又回来 结果可能多少他有点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什么事也没办 没办成应该讲 嗯 他回来了完了之后 就就就就只跟我一个人见面 其他人他说他不太想见就不见了 对 反正见面就说说嘛 反正说难听点 我们大家 都不是说是命运有多好是吧 张剑的话他无非就是 就像我说他一样 我说你你也不用跟我很牛啊 你无非就是法国难民 法国的中国难民 我和无非就是泰国的中国难民 这他都是难民 你知道吗 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能聊的话就聊两句 不能聊也没事 结果呢完了之后 对他是很想家 他去年在那个泰国的话 有没有做一些就是 让中共非常气愤的事情啊 所以中国已经要收拾他 应该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那具体私下里面其他做过没有 我不知道 应该 我不能够讲去确定啊 因为去年的时候我跟他见了 只见了三次 见的次数不是很多 而且呢况且他私下里做什么 我不知道啊 但是你要知道六四每年他都要搞的 他是挺坚持的一个人知道的 那你要说中国对中共对他有没有可能弄他 这个完全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而且就以你的经验 以你我的经验 你想想中共什么时候搞什么人 他有专门的逻辑吗 或者底线吗 他没有啊 都是忽然这个事出了 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吗 没有解释吗 对吧 那你说他抓谁都是有逻辑的 他抓李明哲 还抓什么他自己的肖中华 是吧 你觉得逻辑在哪呢 为什么抓 比如说这次抓杨红军是吧 你告诉我为什么抓他 逻辑是什么 你只能猜测 你还能有什么逻辑 他想怎么干 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那是他 我只能这样表达了 我觉得是真的你要的猜测他会不会 我觉得这个不必要猜测 完全没有必要 但是绝对有这种可能性 完全有可能性 有人说这个张建不是像那个王炳正 彭明那么主张革命的 但是接下来中共眼里啊 你只要没有这个放弃这个民用 没有这个像中共的妥协投降的人 在他看来都是敌人 尤其张建的一直没有放弃 比较活跃 各个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 又跑到泰国啊 看这些难民啊 这个可能在中共眼里确实是犯了机会 因为在他眼里这个泰国就是他的地盘 你看在泰国 收尾就是说 来去两次 两次 在泰国收尾活跃的一些人 尤其像那个漫画家那个蒋燕飞啊那个 他们也是非常可怜的 他们就是因为蒋燕飞是在泰国当时做的动作比较大的一个人 对吧 习文章啊 漫画漫画 都很可怜 都很可怜 我跟你讲 真实的情况 嗯 就泰国这些难民说真话 真的活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是吧 下水到下水到老鼠怎么样 他们就怎么样 真的 是吧 你说有的人说能回的话早就回来 是吧 没有 但是关键问题是这个这帮人吵得特别厉害 是吧 这段时间也是不吵的 各种各样吵 我我跟你讲我也是头疼 我是尽量能躲就躲 躲到最后的结果是我这边的话 没有专门可以聊天的人了 那种孤独感觉 对对对 我很难描述 是吧 因为大家互相谁也不信任谁 你是特务他是特务 对 都全部精神 全部都有问题 对 这些人一个一个拿到心理 或者精神科医生那里去 百分之百都有精神急症 没办法 长期都是在这种环境下 这可能正常吗 不可能正常 知道 而共产党最希望的是 把这些人也把他们困死在那边 是杀鸡害猴 张建把拿回去给一个认罪 你们这些民运的你看吧 他过来认罪是吧 那也让中国人看到 你看这些人都是什么鸟样的 对不对 他可以让他按照他的意思说话吧 那他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大宣传嘛 而跑到泰国的这帮难民 当然有很多一部分是什么访民啊 有一些法轮功啊 还有政治意义人士 像我颠覆国家政权这些 那么我们这些人在这里过得越苦 就越苦逼 那么就是对于共产党来 就是最大的胜利 你让其他人看看你们反抗的人 最后什么好结果 看看他们 是吧 你要是这些人 所以我不能让他谁愿 我一定要想办法能工作 然后有钱 然后生活的还不错 是吧 那我要是生活的 对 你在国内判了行吗 判过行吗 我当时被抓的 我把这个图片发给你 我是13年的时候 当时我是主党啊 主党主党主党 结果我在新疆主党 新疆 对对对 我当时写了一些党章啊 等等之类的 结果就是传了五六个人 就我就被抓了 我是发起人 但是我当时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但是关了我 正式的关我关了四十多天 四十七天 前面的时候呢 又来来回回把我逮着 好几次家里抄了抄家 抄家 然后我就监视嘛 监视居住嘛 我不能去我们那个城市 印尼市之外的其他地方 当时我就看到了社会环境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要是继续待着的话 有可能有生命危险 因为他不允许我去其他地方 只能在他指定的活动范围之内 而且每个月他都要去 国宝 都要去国宝那里去汇报思想 每个月都去 然后他们那里已经开 我已经看到他们那个修建很大的监狱 修建扩建 集中营 对 我就 对对对 我就已经当时感觉到危险 所以我就不得已就 就请假嘛 说我爸病了 我就回去 对对对 结果16年16年的时候我就跑了 16年的时候我就用了假的 假的这个就是我身份证吧 那个身份证就是以前我以前的一个 没有注销的有身份证的复印件 跟我现在最后一次用的身份证 那个名字不一样 号码也不一样 就通过这个 然后我逃出逃出来了 那真不错 如果如果我要是不逃的话 我 你肯定比冠金那个在教育改造营了 那肯定不会要 我不会让我活的 因为那个是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没那么严重 但是后面的时候比我 对对 比我 你写张海涛那些的话 我们都认识 他犯的那个事不到我这个 因为我这是阻挡啊 对对对 而且有钢瘾 怎么推翻共产党等等 这里写得非常详细的 那 所以 对对对 那好 那你说你说 那这个现在张建的这个情况的话 你最后给外界呢 你还有什么那个想说的 然后你你也可以预测一下 如果他现在在移民间 就是假设那个叫张建的那个人 就是我们的朋友张建 那他未来 未来的这个前途啊 有几种可能性啊 你可以预测一下 就假设已经给关键这个 你只是假设一种情况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难题 连100种情况都有可能 张建现在在哪里 有100种情况都有可能 但是你要说 如果说仅仅说这一种情况 他有这么几种几种可能 第一他不让见面 嗯 这种情况就加大了 有一种就是一般来说 正常的你到移民间啊 正常程序是什么 只要有这个人名字对上 那一定让您见 这次不让见 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嗯 为什么不让见 刚开始有这个人 那你要说不让见 他刚开始给条子都不给你 就说没这个人就完了 有这个人 但不让你见 这下政治的可能性大得多 那么他被遣送到中国的可能性 几乎是百分之百 既然都不让见 肯定是做这个事 之前抓走人全都是不让见 哦 没有一个让见 所有的规律 包括江野飞 包括董廣平 包括所有的人 嗯 嗯 那个直接被掳走的那个贵民海的话 那你之前移民间都没见到 对对对 那直接保证 所有的这些他的特征都是一个 就是让人见不到 嗯 那如果按照这样说的话 他凶多吉少 是真的凶多吉少 那就不用讲了 那肯定凶多吉少 是 嗯 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呀 就是 嗯 嗯 就是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不好 完了之后呢 跟中共没关系 但是呢 他跟泰国这边发生了个冲突 嗯 所以泰国呢 直接现在扣留他了 以他不是正式的这个身份 没有无国籍身份 等等之类的 判定他是属于非法入境的状况 那么移民间呢 就会在后面的时候 对他一个处罚 但是 呃 他就要走泰国的法律程序 走着泰国的法律程序 他吃不了亏 你要知道 只要他的信息出来的话 泰国政府的话 他不敢把这个事做绝 最怕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背后有共产党 对 我个人实际上认为的 是吧 而且他的身体不太好 走那个程序 他也顶不了一个月 是吧 他的身体不好 你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 你要保卫就业 让他出来看病啊 我靠 你开什么玩笑 哥里面完了 就还要开堂过审 还是怎么样 那肯定不行 是吧 我个人实际上认为 我个人的呼吁 如果你这种假设是正确的话 那么现在就是无论你是谁 只要你是支持自由民主的 反对专制是吧 等等 还有在人权角度来说 你是支持人权的吧 咱们就可以有共识 请你帮帮忙 如果你正好有能力 帮着找一下张建在哪 如果有办法的话就救一下吧 咱们一人计短 人多计长嘛 那现在8天都消失了 但是失踪了8天了 如果说是他不是在这个移民间里面 而是倒在那个地方了 然后现在就是昏迷状态等等之类 那也要需要人找啊 是吧 能找到大伯人能找回来 对 还且不说张建做了 也做了很多帮助别人的事吧 对不对 从任何角度 我觉得都应该就是想想办法吧 对不对 对对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对对对 反正现在他8天都没有联系呢 他如果倒在外面的话 别人看到他的身份证件 也会跟他 跟相关人员进行联系就发过 对 现在最有可能就是移民监理啊 不让他跟外界任何的联系 因为那个 对这个和中国共产党操作的那个 每一个那个案例是非常相似 移民监 他用移民监 其实是比较宽松的 因为他不是正式的监狱嘛 那个里面的人曾经还给我打电话 有手机 有手机 有人有手机 但是张建就是例外 对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确定他是不是在移民监 他不在移民监 他在那个安曼到底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是吧 这些确实我们要想进一步的了解的 而且这个事情呢 在六四三十周年之前发生呢 也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很敏感很敏感 中共呢 中共他一定要把这些人呢 给严重的这个打击 让你们这个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活动呢 搞不下去或者就那样奇迹残残收场 这都是有可能的 本身就是对中国共产党 它的这个合法性 有很大的一个震撼力的一件事 对对对 所以呢 你看光莱卡那个他都封杀的那么死 对对对对 这个很显然很敏感的事 好 那你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 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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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没有没有了没有 好好好 那那个非常感谢你接触这个访谈 我们再次呼吁社会各界 谢谢国内外的朋友 尤其是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这些朋友们 参与者们 来关注张健的状况 关注他的身体状况 他可能根据李先生所说 他目前的状况确实是 逊多吉少 希望大家给予关注给予援助 尤其是泰国移民间这一块呢 看有没有关系啊 尽快确证那个人是不是张健 然后张健 他最好呢 千方百计 我们了解他的状况 然后他能回到法国去 他一直这个避难的那个地方 法国巴黎 希望他尽快回到法国巴黎 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愿望 好 对对对 对他其他东西不用说 他是失联是真的 真的失联了 对对对 好谢谢你继续访谈 谢谢啊 好再见 再见